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会有一个活动是庆祝祝鹏节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边帐篷里面来住宿过夜 这是一个喜乐的季节 现在十月份了 你们看这张图片 收获的季节 我们也在这个季节里面庆祝中秋 庆祝祝鹏节 更加的能够对这个季节 有认识 你们看 种庄稼很重要 种是为了收 是吗 庄稼收获 收获了庄稼 可以有粮可以吃 可以明年可以有种子 可以种 庄稼 让我们 给我们一种喜乐的一种感受 今天 我们也要借着我们今天 所读的这件的经文 来思想 收庄稼 那样的 属灵的意义 是什么呢 是更重要吗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 祝我们 感谢您 借着我们今天 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主 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思想 我们 是谁 主 我们很重要吗 主 您要怎样的 使用我们 我们有预备好吗 我们想要 回应吗 如果不回应 那结局又是怎样了 主 啊 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 今天 这样坐在您的面前 我们愿意 再聆听您的话语 因为您的话语 使我们的心灵 可以苏醒过来 您的话语 可以让我们 刚强起来 主 我们感谢您 今天 您跟我们同在 圣灵亲自 激励我们众人的心 让我们 讲的 听的 都同盟 益出 我们感谢 赞美您 祷告奉主 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看了这幅图画 我不知道你还更多的 想什么 我们待会 下面讲到的中间 还会再回来看 这一幅的图画 好 我们来看 手中的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 打开 路加福音十章 如果没有的 请你举手 我们的私事会 把圣经 拿到您手上 好吗 如果谁没有圣经的话 就举下手 如果有 请你打开圣经 路加福音的 这十章 因为今天 刚才我们读的 不是那么多的经文 前面这一段 有 上下文 有前言 你才会知道 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看前言 可能我们就是 像空中楼阁一样 在半路上 你就不明白 因为这个 今天读的经文 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 一段 那前面耶稣 是怎么开始讲的呢 大标题 你就看见了十章是 耶稣拆减七十人 拆遣七十人 如果你们读的圣经 够熟 你们知道圣经 现在路加福音 展到第十章了 第十章正在 第九章的后面 第九章一开始 你看见什么了呢 第九章 看 请大家看你手中的圣经 五十一节 看见什么了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所以这是往哪里去啊 第九章你看 从第五十一节 他们就已经要往耶路撒冷去 去什么 耶稣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定时自驾 我们知道 犹太人 他们过的第一重要的节日 就是逾越节 他们各地的那些犹太人 都得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 耶稣服侍三年 他去耶路撒冷几次啊 三次 我记载的 第十九章 阿波罗在哥伦多的时候 保罗经 约翰福音记得很清楚 约翰福音的记载 都是以节日为 为那些点 那些点来串起来 过节 过节 把这些事串起来的 那我们今天 看 你看 路加福音多少章啊 二十四章 对吗 如果记载耶稣最后第三年 第三年的服事 那你看 第三年应该三分之一 对不对 那你从三分之一的话 二六一 应该十七章 从十七章才开始记第三年了 如果你让平均的来看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这二十四章 二十四卷书 二十四章 写经文 再记载耶稣三年的服事 那你平均的来算 一年记载八章 两年记载第十六章了 第三年的事 就要从第十七章开始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没 一年一年记载 第一年做了什么 第二年做了什么 第三年做了什么 篇幅是不是也应该这样的 前面八章是第一年的 前面 然后中间的八章是第二年的 后边的八章是第三年的 是不是按照我们这 时序来进行 是应该这样的吧 他比例来 可是你却看 圣经从第九章开始 从九章到二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的经文 多多多一半 再记最后一年的事情 是这样吗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没 你从第九章就开始 借耶稣去往耶路撒冷 去钉十字架了 所以你看 这么大的篇幅 所以你们知道 你们读圣经特别体会 我不知道你们读文学 读各方面的文章 现在有什么新华 养新模式 但是你读经文 你一定注意 篇幅越长的就怎么样 越重要 重复越多次的就怎么样 越重要 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耶稣的最后的一年 你从不看 第九章开始 就在记载第三年 要去往耶路撒冷 钉十字架 这一路上耶稣所一切的最后的这一年的服饰 所讲的话都记在这 你们看这第九章之后 所以就进去往耶路撒冷 钉十字架了 因为这是耶稣所 耶稣的受死 耶稣的复活 全部都是应验 圣经上 上帝的旨意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是事故 哎呀 没处理好 或者怎么样被这些人害了 被这些犹太人 被这当官的害了 这都是上帝的计划 耶稣来了 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复活 都是按照上帝的救赎的计划 来进行的 来实现的 来应验的 所以你们看 这都是上帝的计划 那不是accident 不是事故 不幸 不是的 你看 我们就在这第九章之后 你看 耶稣拆遣门徒 如果我想请大家 想一想 好像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多少这样的解释 耶稣开始的时候 前两年的老师说 耶稣行了神迹以后 在某人治了病 赶了鬼 也接近了大麻布的病之后 耶稣都跟他说 不要跟别人说 不要跟别人说 是不是这样子 你记得吗 就说 不要把这个事 向别人传讲 不要传讲 有时候你觉得 还有做了一些好事 我希望远近的人都知道 是不是 那你看 耶稣为什么不让人知道 为什么 你们想过吗 可是你在 耶稣在启示他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向门徒 启示说 我要钉十字架 我要死 我要受死 然后第三次要复活 耶稣启示了之后 第三次 第三年 他走上了 这通往 十字架的道路 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就不说这样的话 不说 别告诉人 别告诉人 不再说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想一想 那耶稣 不让人知道 是为什么 开始那两年的时候 不让人知道是什么 因为他的时候 还没到 什么时候 钉十字架 十字架的时候 还没到 那没到的时候 那些时间是干嘛呢 我不让你们读各样的书籍 属灵的书籍 或门徒训练 或各方面书籍 有没有听 有没有讲到 耶稣这三年 侍奉的时间里面 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在做什么 那你看 赶鬼 一病 传言福音 还有呢 那我都已经说到 百分之 没有九十 也百分之八十了 耶稣那重要的 事件 他要完成的 所以他钉十字架 不让人说 不让人说 开始的时候 不是不让人说 耶稣在干嘛 耶稣在干嘛 在训练什么 训练什么 训练门徒 训练门徒 是需要时间的 他简选了 开始简选第一批门徒 然后十二 你看 十二 你看标题 你看大标题 怎么看见 耶稣 简选第一批的门徒 然后昼夜的 你看 耶稣简选 他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是昼夜 昼夜的 怎么样 祷告 上山祷告 然后早晨清 清早起来 简选破语的 十二个门徒 然后就训练他们 训练他们 如果耶稣升天之后 还要把这福音 传到地级 是谁去传的 门徒 所以耶稣 门徒不训练 能传福音吗 门徒不训练 耶稣不向他们 再来彰显 耶稣是谁 他们能认识 这位耶稣是谁 好去传扬 他的名字吗 如果你不认识 他也会传扬 他的名字吗 所以你看 耶稣80%到90%的时间 才训练 这十二个门徒 不是更多 今天这个 你看这一段的时候 是七十个门徒 有好多人跟着跟着跟着耶稣 耶稣给拆遣的十二门徒 你看他做了什么 现在你看 耶稣现在拆遣这七十个门徒 到第三年了 应该训练的怎样 差不多完成了 对吧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那还不能 耶稣还没有到 去钉十字架的时候 所以到钉十字架之前 要完成 门徒的训练 你看 现在是耶稣到第三年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 现在看这篇门徒 有没有训练的成熟 能不能够去工作了 该去工作了 把他们拆出去 七十个拆出去 让他们去干嘛呀 让他们去做什么 去收庄家 收庄家 收庄家的意思 你们知道 弟兄姊妹 耶稣常用着比喻 收庄家啦 什么 借财种啦 天国好像撒网 一个人撒网啊 把水中的各样的生物都往上来 把好的捡一捡 不好的就丢弃了 耶稣多做这样的比喻 可是你们知道圣经是属灵的 要讲什么属灵生命的 是为永恒来引导我们 好 收我们当中人中间那些好的好的 捡捡收在仓里 不好的怎么办 怎么样 就丢弃了 扔掉了 火烧了 丁子妹 你们预备好 问自己说 哎呀 我是那个被捡的好的 捡起来 收在仓里的 神看为宝贵的 还成垃圾了一样 丢弃了 被人践踏了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都想要的好的 对不对 好的不是自然而然来的 你需要付代价 需要向神回应 神对你的呼召 你要听清楚 神在跟你说什么 如果你听不清楚 你怎么回应呢 不可能的吧 所以你要听清楚 神在跟你说什么 在呼召你什么 神说往东走 跟我来 像你们有没有感动 说你看 耶稣呼召他 在前面那个 彼得 他的还有安德烈 约翰 雅各 他们如果你注意经过 他们就离开 他们的父亲 把故宫丢在船上 就走了 哎 你想一想在场景 如果你拍 拍drama 拍戏剧的时候 你怎么演 跟他父亲商量一下 探讨一下 劝说他一下 后边的事情 怎么样安排好 你怎么样 去拍这一段的戏剧 他父亲说不让 他怎么去说服他 怎么跟他 故宫把他 一笔一笔的账 交代清楚 有吗 你看 就描写这些门主 就站起来 跟耶稣就走了 丢下他们的父亲 和故宫的人 就走了 你想想看 你还原一下 那样的情况 而且你看 在耶稣呼召立位的时候 你们看了 耶稣传也看见 那个傻愣愣的 立位在这算账 我还记得回想那图画 我前后就刚看完 这个耶稣传 又看一遍 立位在那算账 那时候人都看不起 这些当税吏的 因为税吏就像 像汉奸一样 说这样 游奸 为这个罗马人做事的 然后用骗 骗钱 多收这些犹太人的钱 所以犹太人就很瞧不起 很恨这些的 这些税吏的 你看那税吏还要算钱 要收多少 这人收多少 还要去跟谁 收多少钱 耶稣来跟他们 站在他面前说 来跟着我 我就想着那图画 说立位 就站起来 愣了一下 然后他就 脸就微笑 把那东西都丢了 那帐子他丢了 就跟耶稣走了 弟兄姊妹 你们看 你看 耶稣来呼啸 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明白 这位耶稣他是谁吗 耶稣现在他 训练了这些的门徒 出去 传扬 去收庄家 谁是属耶稣的 谁向耶稣来回应 我们准备怎样 来向耶稣来回应 你看 我们圣经也说 那回应的人是少的 你真的眼睛明亮 那心灵的眼睛更得亮 你才能看见 看见 我现在要想起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做神学教育 神学 读神学的时候 我说你们其他的探讨 什么事情的时候 应该也有这样的 也这样的经验吧 我们开始读神学 读了一些书 今天读了这本书 这神学家说 嗯 是 有道理 有道理 然后要读另外一本 好像不太同的 不太相同的这些观念 读一读 嗯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读了别人 这也有道理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觉得人说的都有道理 他就说 哎 我有跟他去了 这人 哎 我有跟他去了 这人我有跟他去了 觉得别人说的都有道理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根基 我们啥也不懂 我们懂得太少了 是这样的吗 你就容易随风倒 人家听起来也不错 这个听起来也行 是不是这样的 你当你心里的根基很浅的时候 你懂得很少的时候 你就听人家说的 就淫于义云 说的好像都对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读圣经 读神的话 你才心明眼亮 才知道神跟你说什么呢 让你能辨识了清楚 还有什么 世界的声音 你好知道 神跟你说你也听不清 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 对吗 世界的声音好大声 闹吵吵的 让你心乱如麻 让你也就跟着去了 人家干啥你就跟着干啥 什么 所以我们看 你要听 现在耶稣差遣七十人了 耶稣要钉十字架了 要差遣人去收庄稼 收庄稼 就那属于天上的 属于神国的 那是少的人 为什么 因为许多人 听吗 为什么是少的 你看 上帝让我们把福音 要传到地级 就是说 我们这些信徒 要把这个世界 每一个人 你都得让他听一遍福音 他们觉得说 上帝我毁灭了 是因为我没听见福音 我们上帝不给他们 这样的机会说 要给他 每人都能听见一遍福音 看他是回应 还是不回应 你看 现在耶稣差遣 这七十个人出去了 然后你看 你看耶稣刚才讲这些话 你们看 我们读的刚才是从 第十三节读的 你看这些 哥拉逊那有货了 伯塞大你有货了 然后又讲到这些 这些地名 这些地名是哪 你看对比的时候 你会看见 第十四节 讲到推罗西顿 你看见啊 就是哥拉逊那些伯塞大 跟推罗西顿 形成一个比喻 不是一个比 一个对比 伯塞大 如果你看地图 我们也给你这地图 有吗 刚才的地图呢 看 大家看这图 你们找到 推罗西顿了吗 找到推罗西顿了没有 你看这两个红字 最上方 看见了吗 挺大字的 推罗西顿 然后你看见 以色列的这个地图 轮廓了没 长条的那样 看见了吗 就那浅绿色 浅黄绿色 看到这个 这轮廓了没 那是以色列的地界 波德 看到吗 这些 那你看推罗西顿 在这以色列境内吗 在不在 不在 对吧 那你看啊 看那个以色列境内 有上面一个小的 小蓝色的 一个小小小圈圈 那是一个湖 看见了没 它底下那大的 那是色海 是吧 耶路撒冷在旁边 那是大的 最后 上边你看那比较小的 那个蓝色是什么 什么湖 什么湖 加利利 加利利湖 看见了吗 加利利湖 也是加利利的海 它周围有几个 著名的地方 拿撒勒在那边 不在正在湖边 在拿撒勒 也跟他离得不远 这是耶稣工作的地方 侍奉的前两年 侍奉的地方 集中在这个地方 博赛大了 加百能了 哥拉逊 都在这个湖边 知道吗 这是 就是说 这是耶稣主要的力量 都在这边工作的 这边的人 也常看见耶稣 常听见耶稣的教训 是吧 也听见许多 耶稣行神迹的事情 是这样吧 耶稣工作 在这边 很多的时间精力 在这边工作 那 对比这两个地方 还有哥拉逊 这个博赛大 这样 然后跟那 推罗西顿来对比 推罗西顿是 旧约时候的两个时间 这个两个地点 新约也有提到 说耶稣也往 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可是推罗西顿 在主前 公元前的三百年时候 这两个城 就已经毁灭了 所以它是 旧约时候的 那个时间 跟新约时候的对比 为什么要对比呢 你看 耶稣在这个地方 工作 在加利利 工作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的精力 放在这边 人还不信的话 你看 耶稣讲 说上次 朱迪勇问我 什么叫做 神的国进了 神的国到底来没来 耶稣来的时候 就说 你们该知道 神的国进了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神的国进了 耶稣来就告诉你 神的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耶稣来了 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完成 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神的国完全的 神的国 什么叫神的国 就是神掌权 神掌权 现在的时候 你看耶稣来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之间 还有这一段的时间 你看魔鬼还暂时了在这世界上 还在掌权 空中拿恶者 所以你看这两边对比的时候 你会看见什么 你看在这个湖边 耶稣主要在那边工作 恩 恩典七 你看在恩典时候 听见福音 听见恩典 就恩的福音 却仍顽固拒绝的人 将来要受更大的刑法 比无知的时候更严重 你看十六行诈 十七章 三十节诈 这样说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不见察 如今却吩咐各州的人 你都要回来 那稀里糊涂的人不太懂 旧人啥什么来 等着等着什么呀 就无知 朦胧胧的 无理不督的 所以我们比旧约的时候 人多么有福气 明明白白的耶稣来了 耶稣说 神的儿子来了 你们不接受 罪就已经定了 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 而且耶稣在这个 加利利湖两边工作 旁边周边 一边渡到这边 一边出座船 又渡到那边 你看耶稣行神迹 去宣扬神国的福音 还不听 如果还不听的话 你看耶稣都亲自来 什么的宣讲 还顽固 不接受的话 那受的刑法 是何等的重呢 比他旧的时候 人蒙昧无知 那是这人呢 他没有相信神 没有依靠神 没有相信神 那受惩罚 你看 因为推罗西顿 已经毁灭了 那里的人 已经受到很大的惩罚了 对吗 可是你新约的时候 耶稣在那边工作 给你传扬神国的道理 上帝的儿子来了 你们还不接受耶稣 还不悔改认罪 向神来回转 那将来受的那祸 是更大的 这是耶稣这一段讲的 是吧 是我们现在人要悔改 你看 就在这一段里面 第十六节 这章十六节 耶稣讲的了 将来那更了 将来那 现在听了耶稣讲的道 还不相信 将来那祸害 那受的祸是更大的 然后耶稣就说 听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你们看见什么了 你若是门徒 弟兄姊妹 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什么叫门徒 门徒是从耶稣那里领受了 这神国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要成为一个reproducer reproducer 就是说你能成为一个再造者 你不是听了以后 就沉在你的心里边 死在这里头了 是不是还原封部都在里面 不清楚了 可能慢慢小小 那么大 小小小小小 也没了 你听了以后 你成为reproducer 就是说你成为一个再造者 你要出去 要带人 你要带人 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 让他们也能够成为门徒 门徒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够成为一个再造者 不是就成为一个收取者 我收了我听见这个福音 进了耳朵了 进了心里没 不清楚 进了心里待多久也不清楚 可能待五分钟 你听了神的道要喂养你的生命 你生要去操练的 耶稣说你听见我的道就去行的 要去钻行 活着你的生有动作 耶稣说了 你让我去传福音 我就去传福音 我今天我们家附近谁 我常常看见谁 他们还没有信耶稣 找机会跟他去分享这个福音 跟他去建立关系 你看 耶稣给了你这样的权柄 给他 他门徒这样的权柄 说弃绝你的 就是弃绝耶稣 就是弃绝上帝 哇 你看这权柄有多大呀 但是我相信这是给门徒的 对吗 你看拆遣门徒 拆遣七十门徒 如果你不是门徒 你有这权柄吗 你没有 因为这权柄的时候 是你在去带领别人 因为你看弃绝 他为什么弃绝我 我就是向别人去传福音 他拒绝我 他不听我 那就是我已经出去传福音了 才有一个才有可能成为 拒绝成为可能 你连出去都不出去 谁拒绝你 对吗 所以你就已经是出去了 你是出去传阳福音了 他要拒绝你 他就是在拒绝耶稣 他是在拒绝上帝 你看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说 你看我就是耶稣的一个使者 我就是小耶稣 小基督 你看我去哪 我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对吧 你看你 弟兄姊妹 你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吗 当我们知道我们能代表耶稣 你有这样的权柄代表耶稣 你看那些门徒代表耶稣要医病赶轨 医病赶轨 我们现在都不提医病赶轨 我没这能力 我没有 你当然没有了 耶稣才有 对吗 你要跟耶稣来连接 你能够使 能够能够使 我们在操练 把我们的处于不属于神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要洁净 真的我们能够全然的代表耶稣 我们在努力的更加能够代表耶稣的时候 你才能使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真的来扎减 如果你就是罪 哎呦 暴露了罪 金方法 神不会使用我们了 不会啊 不是神不能使用 神会使用这样的人吗 你们想想看 如果暴露了罪不放 那你看 你有这样的权柄代表耶稣来行使 神国的权柄的时候 是跟什么有关的 那权柄都是跟什么有关对应起来的 权柄都是跟什么对应的 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权柄啊 权柄是跟责任相对的 是吗 权柄是跟责任 这家里的家主 可以说你看这了 你要去的 哎 为什么能听他 因为他担当了很多的责任 是不是 你看 你看我们为什么能够 可以代表耶稣 传扬福音 可以行有那种权柄 我们有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神把这个责任托付了给我们 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有个大使命 要旅行使大使命得以实现 就是周边的 你周边的那些还没有听 还没有信福音的 没有知道耶稣 没有知道耶稣的 让他都听见耶稣的名字 都让他听见这救恩 这多么重要的 在他生命当中 这一生最大的福分 就是能够认识耶稣 能够接受他 做你生命的救助 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看到 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你有大使命的责任 如果你是耶稣救的门徒 好 那你看 这些 你看这些 这些门徒 我去了 回来以后 他们兴刚采烈的 欢呼呼呼呼呼呼 看你圣经 十七节 欢呼呼呼呼呼呼呼 说主啊 因你的名 鬼都扶了我们 弟兄姊妹 你们有几个 给我举手一下 我看看你们有没有是赶鬼 说鬼扶了你 给我几个 有没有尝试赶过鬼扶了你了 把鬼赶走了 你想不想操练 想不想操练 你们告诉我 你想不想操练 一直 哎呀好羡慕啊 哎呀好羡慕啊 你想操练 是吗 还说主啊 我愿意我的生命被你捷径 被你使 我也想经历这样的神迹 可以为你来工作 你们想不想告诉我 谁想 举手 别人举手 不想要 不想要 是吗 你不想要还是怕自己不行 你起码说 主啊 我愿意跟随你 我也愿意经历 你可以使用我 这神迹其实也借着我可以行 是主要行的 其实神迹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 不是你某个人行的 是主在做 你是工具 是器皿 神可以使用的 如果我们 我常常用这种比喻 竹子桶 很快 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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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远方的山区 都用竹筒来输水 用水从竹筒里边 来传输水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把竹筒 给塞上一石头 塞上泥巴 这水还流吗 不流了 就像是神啊 要使用你的能力 借着你来流通 可是你为了塞一块石头 不流 那你就不是上帝这个竹筒 你用不了了吗 你用我的意思了吗 主我要成为你的器皿 你写拦阻 你工作的东西 主都你都你求 都求你挪去 我愿意 我愿意 弟兄姊妹 神要你的是你 要愿意的心 我没有一个做到perfect的 我愿意 我渴慕 做圣工 被你使用 你渴慕吗 我说不渴慕 我还在这世界上混吧 就这样混吧 真的吗 真的吗 弟兄姊妹 我前面不久听了 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姐妹 她的一个funeral 我不知道你们是愿意参加 一个funeral 还愿意参加那个框框节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 他说 我rother愿意去参加 funeral 我说你的funeral 你看 牧师啊 或一些见证人 大家讲到 都在 深刻的 重击一样的 来提醒我们 生命是短暂的 转眼上 云露一下就没有了 生命是无常的 说你 切勿在蹉跎 切勿在倒带 珍惜你的生命 你还有多少日子 你赶快起来 行 你这生命 你为什么活着 上帝在呼扰你做什么 你完成了吗 将来我们怎么样到天上 说哎呀 我完成了 我这生命所要当做的 有价值的事情 弟兄姊妹 切勿蹉跎 切勿等待 生命无常 无常 转眼就不见了 要好好的珍惜 愿意我们每个人 跟主说 主我愿意 这世界上的糟大的事情 我都愿意把它抛弃了 可是好些人抛弃不了 主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让我知道怎么样来调整 我生命中的轻重 管机和顺序 好吗 你看 这样 主耶稣对他们 对他这些门徒说 他们这鬼都俘虏了 哎 好像很快 很了不起 对 可是你看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你看 我看圣经了 十八节 我曾看见 撒旦 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弟兄姊妹 你如果让你们挑 我们快一点 要结束了 很重要 最后 这一点 要来看见 你看我这个highlight 把它换成 颜色的红色 你看 我曾看见 什么叫曾看见 耶稣说 我曾看见 就是这些事情 是已经发生了 还是 我将看见 我曾看见的 区别是什么 我曾看见 就是已经发生了 对吗 你看英文的时候 I saw I saw 我看见了 我已经看见了 就已经发生了 对吗 就是已经了 你看 我们知道 启示录是什么 启示录 使求约翰 把将来 要发生的事情 写下来给你看 要奥了 这是将来 要发生的事情 耶稣说 我已经看见 那些事 对于我们来说 是将来 但对于耶稣来说 早就知道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懂意思吗 才叫我曾看见 都已经 钉钉钉在那了 还不是说 不知道 都有可能 好多种可能性 懂意思了吗 板上钉钉 就已经确定的了 耶稣告诉你 我怎么看 这事情事实 对于神来说 那是事实 因为神是没有时间 这样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 这个barrier 我们明天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不知道 对于神来说 没有这样的barrier 这样的拦阻 障碍 明白吗 我们却有 明天发生什么事 明天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可是神都知道 因为神没有 受理的时间的这种局限 你看 耶稣就知道 告诉你说 我看见魔鬼 已经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就是说 他已经是被神惩罚 他是坠落 不能够再行使 他的权力 再迷惑人 再害人了 你们看见 闪电一样 什么叫闪电一样 不是 你看 我把这边 把它删结下来 行不行 你看这一点 耶稣说 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 从天上坠落 几号 行不行 可以吗 好了 几号 我从 我看见 撒旦从天上坠落 几号 我写下边 像闪电一样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闪电是什么 你看天打雷 闪着 从天上 那道地上 就是说 人都能看见 很耀眼 对不对 是这样的意思吗 闪电的意思 人都能看见 很明显的事情 彰显出来 是这样的吗 就是这样 很确凿的 让你们都要看见 这把显明出来 是这样的吗 你看 耶稣给门徒 可以践踏 蛇和蝎 还有这有毒的东西 剧毒 这毒一定是毒蛇 对吗 蝎子 哎呀 蝎子这个 不及时就这蝎 这蝎子进到血压 里边可能会明明的 哎 又胜过一切的仇敌 对外没有什么 能害他们 这又怎么你信吗 你是不是想 你也一只蝎子看看 摆弄他一下 跟那个蛇 也跟你 像 你把随便 跟这个蛇 转来转去 去握住他什么 七寸三寸之类的 不知道 你要去操练一下 那那耶稣说的是真的吗 那蛇 蝎 不能害你 仇敌 你这仇敌是魔鬼 就讲到魔鬼 就魔鬼的势力 仇敌 所以耶稣不能害你们 耶稣就告诉你 这些危险的事情 不能害你们 不能害你是什么 就什么是你 Alan 你是谁 Annabella你是谁 Tony你是谁 那什么是你 就今天我穿蓝衣服 我个儿一米八 我体重一百三 这是我是吗 这是你吗 我肌肉比较多 去年肌肉更多一点 这是你吗 什么是你 我是谁 他就讲一哲学家说 我是谁 警察问他说 你是谁 那哲学家说 我也在思想 我是谁 你是谁 什么是你 我说这一百三十斤 一百四十斤 一百五十斤 你今天穿什么衣服 你个子有多高 代表你这个 属灵的你这个人 代表你的灵魂 它也代表你真的 你这个人是谁 那些有毒的那些东西 不能都害真正的你 圣经也说 那些只能害你的肉体 不能害你灵魂的 不要怕它 它不会害你的 它害不了你的 因为上帝跟你同在 你那真正的做 因为你救了你的肉体 让你灵魂灭亡了 有什么意义呢 耶稣就说 你救了你的肉体 你想要救自己的 却失掉了生命 有什么意义 什么是你的生命呢 是你的肉体活着吗 它不能害你 所以我们真的是 你跟随神 有了神 做你的保障了 所以耶稣说 在你里面的 神的圣灵 神在你的里面 我们里面的 比这世界的一切都大 一切这些恐怖的危险的 没有一样 是大过耶稣的 大过我们的神的 你们看 耶稣说 你不要因为这些 蛇心你胜过这些仇敌 那你更重要的 要因为什么喜乐 告诉你 说要以你们的名字 露在天上 来欢喜 那我们有时候 很喜滋滋 很欢喜 我们人常常是说 一有挫折就沮丧 一胜利一点就骄傲 对吧 是不是我们人常常 有什么不顺利 然后就很沮丧 很灰心 不干了吧 是吧 一看顺利一点就 得意忘心 就很张狂 让我们真的是说 失败的时候 也不沮丧 我们成功的时候 也不骄傲 那才是用 神要训练我们的 这样一个样式 这个生命 你是可以影响别人的 是吧 更上帝儿女生命的 样式是如何 心里柔和 千伪 那么彰显上帝的良善 谁是良善的 我们不是良善的 唯有上帝才是良善的 让我们来学习 来体会那美好的生命 我们渴望美好吗 我们看 耶稣告诉我们 你生了那些能力 能力我们洗滋滋的 耶稣说那不重要 你重要 因为这些都是过程 我们来再想这个过程 你最后那结局 要是你的名字能在生命册上 所以我的图怎么长这样的 我跟这不匹配 所以如果是过程 一个是结局 这个过程 你看从看左边 领导力是过程 是一个过程的 是能力践踏蛇和蝎 胜过仇敌 这个是过程 结局呢 是 他们这没法看了 这个 跟这个 跟刚才显出来了 就不一样 没关系 过程就像过去的这几天 去Los Vegas 参加了一个Workshop 就告诉你们 你们再思想一下 领导力 和做门徒 有什么区别 不用看 这让你们迷糊 不知道我哪对哪对 这表格错乱了 你们就不看了 想一想 领导力和做门徒 Leadership和Deccipleship 有什么不同 再想一想 领导力 我有领导的能力 那我现在做门徒 自己做门徒 也带领别人做门徒 有什么不同 哪个重要 想一想 Leadership Deccipleship 领导力和做门徒 自己做门徒 带领别人做门徒 哪个重要 不同是什么 关系是什么 你最重要的结局 是要做门徒 做Producer Reproducer 要带领别人做门徒 但是你通过什么实现呢 通过Leadership 所以我现在在家 会众当中 弟兄姊妹你们中间 为什么 带你们住日学 门徒训练 操练你们 可以有领导力 在神的家里面 你们可以做 能够把神的福音 也传给别人 教导别人来遵守 也带领别人的人 你都成为领袖 你没有领袖的能力 你没有办法完成 自己做门徒 又带领别人做门徒 这样的使命的 那你看刚才 耶稣所讲的一段话 你要信 胜过蛇和蟹 胜过仇敌的能力 胜过仇敌 然后你不能胜过 我总在罪的 这个罪的捆绑当中 压迫当中 那我们的结局 你的名字 能写在生命册上吗 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音信称义了 耶稣我愿意 你太伟大了 我感谢你 你钉在十字架上 又复活了 让我向你的血 为我涂抹了我的过分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生命的救助了 你不是只停在 这个接受的这个层面 是音信称义了 可是你 到你离开这个世界 回天家 这么多 不管这年日是长是短 你要成圣 什么叫成圣 最简单的 你要胜过 罪 弟兄姊妹 胜过罪 这是成圣的一个过程 你看 践踏蛇和蟹 那你有这能力 你靠什么 你靠什么呢 你要胜过蛇和蟹 你要生命 要越来越像神儿子这样 你最后要以至于得救 使你的名字 录在生命册上 你看 其实我跟你说 就说 那些 名字没有被涂抹的 有福了 弟兄姊妹 我们的名字 可不要被涂抹了呀 什么叫被涂抹 什么时候写上过 在生命册上 后来因为我们不忠心 不仅仅的跟随人 我们失败了 弃绝神了 不跟随神了 就被图了 这是启示录上讲的 弟兄姊妹 你想要你的名字 在生命册上吗 那个过程 你要对付罪的一个过程 胜过仇敌的能力 弟兄姊妹 过程重要 结局重要 过程重要 结局重要 结局重要 但结局哪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吗 是通过你过程的 对吗 通过你过程的 弟兄姊妹 你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吗 还是你还停留在 因信称义的起点上 从那里原地不动 意为完成了呢 弟兄姊妹 你看 马克福音 十六章二十节 门徒出去传道 宣扬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明所传的道 弟兄姊妹 你要经历吗 神和你同工 你出去 神迹随着你 要经历吗 我呼吁大家 我们一起来经历 好吗 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神喜悦 成为那个管道 一切不讨神喜悦 你都愿意 主啊求你挪去 主啊求你挪去 我一切的不讨你喜悦的 心思意念都出去 让我们来努力 你像小孩子吗 你看 最后的结局的时候 你看 马上结束了 有点超时 看 看第21节 耶稣被圣灵感动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 向明 向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向婴孩 就显出来 这些事 弟兄姊妹 这些事是哪些事 看你的经文 耶稣说 你将这些事 向小孩就显出来 向那自以为聪明的人 就藏起来 哪些事啊 弟兄姊妹 你觉得 现在耶稣把这些事 向你是藏起来 还是向你来 显明呢 你是小孩子吗 小孩子是什么意思 是让我们的心态上面 是单单的来 依靠神道 就像我们过去的一礼拜 门讯的时候 你看Lily在 和 Cony在 你看我们在 课程中间的时候 小孩子 一会儿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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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很希望他们 有老师 把他们 有课程 让我们可以安静的 专心的来 上了这个主日学 对吗 你看小孩子 一遍一遍来 为什么 他有事 有状况 要妈妈来解决 要帮助 你看小孩子的 一个依靠的这个心 我们依靠什么 还是依靠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很了不起了 不错了 我孩子什么什么 大有成就的人 身价多少多少的人 是吗 弟兄姐妹 那是神要有的吗 那是神可以使用的吗 你们看 这幅图画 谁告诉我一下 你除了看这个人 收割的人 收割 你还看见什么 让你 一下差 愣 天上有个什么 天上有个什么 你看 是一飞燕吗 有个啥 你们看 你天上那个是啥 启示录 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记载 说 我看见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 长好像是人子 手里拿着块镰刀 有一位天使 向他坐在云中的 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 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 到了 地上的庄稼 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 就把镰刀 扔到地上 地上的庄稼 就被收割了 你看天上那是 镰刀 是块镰刀 看见了吗 弟兄姐妹 你是要被人 收在仓里的吗 你要成为一个 reproducer 你要做门徒 去收割 因为你有耶稣 给你的权柄 要去收割 庄稼 萨加利亚 书四章六节 我们不是依靠 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 上帝的灵 方能诚实 试图行转 一章八节 圣灵降临到我们的身上 就必得到能力 我们要给耶稣 做见证 去 成为耶稣 的使者 去带人 回转 向神 使他们的名字 也可以记在 生命册上 我们来祷告 天后张力 我们感谢您 让我们知道今天 我们讲的信息 收庄稼 神的您让我们 去收庄稼 把属于您的 都收在仓里 在天国之中 主啊 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 您的门徒 是可以被您 拆遣的 主您要 跟我们来同在 您要用神迹 骑士来随着我们 可是我们 是您的欺民吗 我们是那快脸刀吗 主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被您洁净 被您来使用 我是单单靠着 圣灵的能力 我们被圣灵 要来充满 把我们的一切 从不属于您的 不讨您喜悦的 我们都向您呼求 您单单的来出去 使我们成为 您可以使用的 使众多的人 可以回转 主我们感谢赞美您 让您有名字 可以得到全然的荣耀 主我们感谢您 这样的祷告 帮助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